《环珠》导演出来说话了,对放冰冰的评价最精彩。 网友,太不简单。 这个寒假,芒果台重新寄出震台神剧《环珠哥哥》。 没想到在20年后,这部剧的收视率还是这么能打,文居寒假上午当收视冠军。 关于电视剧的种种衍生话题也被网友们讨论不断。 《环珠哥哥》剧组一直被网友们笑称为宝藏剧组。 20年来,关于《环珠》剧组的各种秘文就从来都没有断过,一直是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去年,周杰的一纸声明更是把在网络上流传多年的周杰蛇文林心如事件送上了热搜,网络讨伐声不断。 前段时间,《环珠哥哥》第二部的总导演孙树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环珠》剧组的部分传言做了回应。 在周杰林林心如事件上,孙树培也表示,周杰是十分负责任的演员,所谓的抢吻蛇吻事件绝对没有。 在被问到为什么《环珠》剧组不重剧的时候,孙树培却冷冷地回应道有什么好剧的。 导演孙树培还感慨,参与过这么多剧组,唯独《环珠》剧组从来没有打电话重剧过。 提起几位主演,孙树培也比较失落。 零几年的时候,赵薇曾经被造谣花五百万买下了小燕子的角色,当时全剧组没人为赵薇说话。 只有孙树培站出来澄清了这件事,孙树培回忆称,赵薇时候没有任何表示,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真正让孙树培感到温暖的,是在《环珠》格格中饰演配角金锁的范冰冰。 孙树培说,范冰冰是《环珠》剧组唯一一个经常给她打电话关心问候的人。 对此,孙树培万般感慨,在她开来,范冰冰是几个主演里从她手上得意最少的人。 其他几位主演在《环珠》格之后几乎都大红大纸了,范冰冰却是在《环珠》格之后,通过别的作品慢慢地积累了人气才走到了今天的地位。 可最后时常惦记着她的,却只有范冰冰。 在孙树培导演庚子风云的时候,范冰冰还自愿,主动地到剧组来喝串了,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范冰冰情商高这件事,不光孙树培一个业内人士有感慨。 汪涵早前也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早年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的时候,曾去海珠格格剧组探班过。 那时候没人搭理自己,只有范冰冰亲切地称呼自己哥哥。 从哪之后,汪涵每次和范冰冰同台,当有记者或者主办方问出比较犀利的问题时。 汪涵总会尽可能地帮范冰冰挡挡,让范冰冰避免尴尬。 范冰冰不光对圈内人士好,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好。 范冰冰工作是几年来临辞职的新闻,想来大家也都看过了。 工作室内的女性工作人员结婚,范冰冰包了全部的费用这事儿已经是老新闻了。 前几年范冰冰生日的时候,某奢侈品品牌送了范冰冰一颗小型的愿望树,上面挂满了大牌包。 听说范冰冰后来把这些名牌包全部分给了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男女都有份。 孙树培导演说,还珠格格过去这么多年了,所有的主演中,只有范冰冰一直在走上坡路。 对此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范冰冰确实会做人。 从1998年到现在,范冰冰出道20年了,大家对范冰冰高情商。 看癌冰是因为你配成语的搬冰冰。